关于美国和外星人之间的纠葛,虽然费贝洋梁的传了这么多年,但大多数人并不相信,直到一个人的爆料,斯诺登。 斯诺登这位大仙,曝光了无数的美国政府机密,被通缉,四处避难,他爆料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,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外星人的傀儡政权。 按照斯诺登所说的,外星人很早就来到了地球,最初他们扶植的是纳粹政府,但是二战之后,外星人转而帮助美国政府。 在经过多年合作之后,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被外星人所控制,而外星人的总部就设立在内华达州,斯诺登的掌握的东西太多, 他的爆料让美国政府很头疼,这一次的外星人事件,到底是不是真的,也许只是斯诺登的天方夜谭,虚焦声势,但如果有一丝丝的可能性呢? 以下内容都是一本正经的消责,对地财文学吃鸡以鼻的就不用看了。 首先是内华达州,斯诺登为什么说,内华达州是外星人的总部呢? 因为美国内华达州南部的林肯郡附近,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十一区,作为美国最神秘的一个空军基地,这里有大量的神秘事件发生。 关于五十一区最著名的传说,就是里面有一个绿屋,这里保存着外星人的尸体,还有威蝶残涵,美军一直在进行着研究。 有些传言甚至认为,有活着的外星人,就住在五十一区,为美军提供技术指导。 所以,斯诺登所说的内华达外星人总部,很有可能指的就是五十一区。 不过,美国政府对外没有回应五十一区的任何传言,这个神秘的基地,官方的作用仍然是对新武器和新式飞行器的测试基地。 所以,那些被发现的UFO,会不会只是美军的测试项目? 五十一区进行的U2项目,黑鸟计划等研究,也被很多人认为,是外星科技的研究成果。 这里有几样提到的,是一位自身曾在五十一区工作的人,他名叫拉兹尔,是一个打破了保密协议的人。 数万名工作人员的五十一区,都签署了保密协议。 不得透露看到的东西,拉兹尔冲,他受雇于五十一区之后,奉命参与的是外星飞碟的研究,具体项目是你向开发飞碟的反重力系统。 在五十一区的地下,存放着九架外星飞碟,甚至还有驾驶飞碟的外星人也在基地当中。 但是,拉兹尔的好奇心,最终使他被解雇。 拉兹尔经过考虑,决定公布自己看到的情况,基地否认了他曾经在里面工作。 所以,真真假假,我们不知道,除了拉兹尔之外,还有更多的内部人士开始曝光五十一区的内幕。 比如,巨船是退休高级工程师的博伊德,也自称在五十一区工作的时候,参与了外星科技的研究,又和外星人有接触。 他甚至拿出了一些照片,来证明自己的说法。 著名的罗斯维尔事件,追悔的外星飞碟,巨船就在五十一区。 对,这些都是网络消息,小道消息,不足以相信。 但是,总可以假设吧,假设真的有外星人这个应该不用假设。 并且,外星人来到了地球,他们会不会和人类接触?应该会的。 关于UFO和外星人的消息指出,外星人很早就和人类有过接触,如果是一种观察和研究,那么外星人不会对早期的人类进行过多的干涉。 等到近代,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,UFO的目击记录越来越多。 有人说,为什么UFO的目击记录都集中在美国?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,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目击记录。 比如墨西哥,就是UFO夺发的,如果真像斯诺登所说的,外星人和美国政府有了合作,那么他们频繁出现,在美国也就可以了。 至于为什么要和人类接触,原因无从得知。 不过很多人猜测,极有可能是人类掌握了核武器,这种可以毁灭地球毁灭人类的武器,引起了外星人的关注,他们不得不才遇见来。 如果外星人存在,如果和人类有了接触,美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公布和承认的。 暴力很简单,会引发恐慌,世界经济太脆弱,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会毁掉一切的。 不过,想不相信斯诺登的话,由大家自己决定,有没有外星人,也是每个人自己判断的。 不相信的人,也不要太激动,毕竟每个人都有幻想的权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